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是Paramashiva Home第二期的第一期的最后一天 昨天的主题是Paramashiva 就是造物主意识源 然后昨天晚上大师是以上师的身份 Paramashiva的身份出现的 他一改常态 就是非常的平易近人亲和 就是他穿金带银 然后非常盛装出行的样子就改变了 昨天就是非常的随和 然后他跟我们开示所讲的话 也都是非常的亲近的这种状况 就像是坐在他的西边 在他的之前在班加罗尔的四合院 坐在他的西边 他躺在躺椅上跟我们侃侃而谈 就是谈心的时候那个感受 所以他昨天跟我们讲的话题呢 是Paramashiva的他的硬件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的内在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呢他就希望大家去反复的听这段话呢 然后能够体会到他要跟我们传递的真正的讯息 也就是说呢 他是一个鲜活的这样的一个 有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他的这些特征呢 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习惯 其实都不是个人的习惯 而是大家要去琢磨 要去看有深层意义的这些习惯 比如说大师说他做事情就是非常的认真 完全的投入 就看到做Pugia就算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每一个神像他都会照顾到 每朵花都会摆放好 每一个手势都会摆放的非常的端正这样 然后呢每一个细节都不会落掉这样 就是非常有耐心 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细致 同时呢 他也说就是他饮食 比如说没有什么喜好 他吃东西只是为了身体好 只要是这个身体需要 吃什么都可以 没有什么必须吃或者不喜欢的 然后呢 他的就是日常的清洁 他说他每次用洗手间之后都要把全身清理一遍 然后洗澡这样 然后衣服要全部换掉 而且呢 他每次就是要穿新的衣服的时候 如果他没洗澡之前就去碰了那个衣服 他也就不会穿那个衣服了 也就是说他只有在洗完澡之后 他才会去用手碰这些新的衣服 所以呢 其实这些事情我之前也听说过 但是大家听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师是不是太洁癖了 他一天要多少时间要在洗手间待着 要洗澡这样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还讲的就是他没有什么 个人的就是仇恨或者怎么样 他内心就只有完全的喜悦 和Tiaga 他就是放得下这样一个人 过去他放下所有这一切 他放下他的家去给全世界的印度教人建立一个家 建立一个桑嘎 然后他放下了印度自己的祖国 然后呢 为了给全世界的印度教人呢 建设一个国度 就是史蒂凯拉萨 他所放下这一切 他没有觉得自己会心痛 他不会记得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前景有更多让他期待的 所以他只会往前看 而且呢 确实是跟自己的这个语言是一致的 大师确实是这样的 他不会因为过去失去的一些东西 就觉得让自己惆怅这样 完全不会 因为他更为未来而兴奋 身边的人也是一样的 他说他对所有人都是极大的爱和patience 就是耐心这样 他就是在等着我们所有人成长 知道我们活在玛雅中 等着我们超脱这样 然后他说呢 只要你在他身边 在史蒂凯拉萨事业 朝这个发展呢 他就会给你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一旦你离开桑嘎呢 他就不会再记得你了 但是你回来呢 他也不会再记得你之前 做过这些所有的所谓的错事 还是会一视同仁 对待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爱和 和这个慈悲 然后他也讲了就是 只要他表达对我们的爱呢 我们就是从开拉萨来的 他讲一句特有意思的话 他说 我对人类是不感兴趣 我是不会爱人类的 我只会爱从开拉萨来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 大家要知道就是 因为呢 大师说他作为阿凡达 将士呢 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工作 就是有多少的灵魂 在为这件事情努力这样 他说呢 他来之前就是所有的这些 开悟的上师们 就是在为他的降临 铺路 然后在他来了之后 就是要教导他这样 就是 这一切就是有所安排 并且呢 他的到来 带来了两亿一千万的灵魂 从十一开拉萨 所以他说 如果我 对你表达我的爱呢 那就证明你是从十一开拉萨来的 你的到来 就是为了实现在地球建设十一开拉萨 这是我们这些灵魂的 在地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 和意义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上课的这些人 包括在收听这些讯息的这些人呢 其实我们都是大师带来的灵魂 你的人生不会在任何其他的领域 找到真正的意义 也不会在任何人的身上 找到真正的意义 你只有跟着大师在十一开拉萨 才能找到你人生真正的意义 然后大师说 比他早来的这些人 他们来的目的 有一些是为了 来就是 奠基这个经济的基础 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来呢 在大师来之前 就把这个经济的路铺好 等大师开始创造他的事业时候呢 钱就在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是要来生这个开悟的灵魂 就是给这些灵魂投胎 做这个基础的 所以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结婚生子 然后不停的生 这样 像大师说要生到60岁 然后呢 还有一些人跟他一起出生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他出生 在他出生之后 就是每一些灵魂 他们的 选择在十一开拉萨扮演的这个角色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但是我们都是这其中的一员 只有在十一开拉萨 我们才能找到 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这样 然后呢 大师也揭示就是 他之前让我们做 Sawabari Tiaga 就是彻底的臣服 彻底的放下 也就是说我们在课堂当中 跟大家讲这个 这些印度教的故事 这些 对师婆神完全臣服的信众 他们怎么把自己的双眼 都给了师婆 包括自己的生死 生死的存亡都 放在身外 这样 这个彻底的 Tiaga 就这类的故事 然后昨天大师就揭示 他之所以让大家做彻底的 Tiaga呢 是要把你的碗给清空了 他才能在你的碗里 清住更好的 把你装满 这样 他就是看你清空的能力有多少 他才能给你真正的 更多的回报 这样 用他把你的碗装满 这就是在用钻石装你的碗 而不是在用硬币装你的碗了 所以呢 这只是一个测试而已 所有呢 能够领悟到大师 这个 Tiaga精神的这些人 真正的用自己的意志 去做 Tiaga的 放了下这些人呢 你们都会得到大师最大的 祝福和回馈的 这些人是一定是 非常的幸福和富足 和强大和成功的 因为你们 Tiaga的精神 你能放下多少 你就能得到多少 当然是得到多少的 上百万倍的回报这样 然后大师也说 你想我能让你实现 点石成金的这个超能力 我随便从开拉萨 拿几块金砖下来 我的钱也够了 资源也够了 我才不会需要你的钱呢 我从你那儿要 是因为要给你 要给你礼物 这是大师的原话 所有的人都醒来吧 我们在人生当中 卡住的追逐的这些玛雅 都是虚幻的 你要知道在地球 除了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还会有更多的 因为现在的负面的情绪 集体的负面情绪 造成的这些波折吧 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给大家 一个敲醒一个警钟 也就是说我们追逐的这一切的 认为自己人生有意义的 这些意义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保护 是稳固的 这些都是建立在沙盘上的 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就能让所有的一切倒闭 崩塌这样 只有Paramashiva才是我们的支持 它是我们的保护伞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特别是现在动荡的时期 只有 就让大家认清楚 你只有抓住Paramashiva 你才能抓住你所有的金钱 健康和幸福 Paramashiva是一切的源头 就是不管地球怎么动荡 只要有它 你就会有一切的 没有它的话 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安排 你的存款 你的工作 你的 包括你的健康和你的家人 都是没有人能给你保证的 谁能给你保证 特别是在当下 所有一切都这么轻易的 散掉了 崩塌了 大家还没有醒来吗 所以在这儿呢 希望最后呢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 你们要知道Paramashiva 才是你们最终极的保护伞 只有抓住它 跟它完全的一致呢 我们的人生才能真正的成功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地球的局面 我们都是最受保护的这一群人 然后呢 也希望更多同修能够积极的 抓住最后的机会 报名参加我们的第二期的项目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的灯 感谢大家收看